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今天雙十一光棍節又碰上藍色星期一 不過好消息是天氣沒有這麼Blue啦 因為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多雲到晴的好天氣 希望陽光可以讓大家稍微心情好一些 我們就來看一下片片天氣圖的部分 可以看到持續在台灣部分是受到冷高壓的影響 持續是有東北風在影響著台灣的天氣 不過整理來說現在是轉為比較乾冷的天氣形態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一個已經是轉為青台的納顆粒 不過它距離台灣還有1400多公里 而且它持續是遠離的方向往越南的方向走 而且它預計在明天的時候就會轉為熱帶低壓了 因此對台灣整體來說是不會有任何天氣的影響的 再看到衛星雲圖的部分 來看看今天的天氣狀況 可以看到整個全台灣這個雲層量 都是非常低的狀況 沒什麼雲因此也不太會下雨 整個都是比較乾冷 而且白天溫度稍微暖一點 會是個晴朗的好天氣 但是這樣的情況要特別注意的 因為剛剛講到說持續受到東北風的影響 這一次的東北風是帶來比較冷的空氣 再加上雲層量比較少 就會有輻射冷卻的現象 因此在各地清晨的時候都會出現低溫 而且這個低溫有多低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今日低溫 今日低溫的狀況可以看到 像是在雙溪的部分側站是測得了12.7度 那麼集中地點幾乎都在新北桃園 以及花蓮的頂魚潭呢 因為旁邊都是山嘛 這個輻射冷卻的效應也會出來 因此呢 各地的低溫大概都是這個輻射冷卻所造成的 但是呢 除了這個側站之外呢 我們要看看今天這個入秋最低溫在哪裡呢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這六個地方呢 包含了淡水新屋板橋以及基隆新竹還有北市呢 這一些側站所測得的低溫呢 是今年入秋以來的最低溫 像是淡水的部分呢 今天凌晨呢是來到了14.7度 再來呢要看到第三名的板橋 這個15.6度呢 昨天還有18.1度喔 因此可以看到這個降了大概快要3度左右了 因此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膚色冷卻所影響帶來的低溫狀況 我們再看到下一張圖表 來帶各位關心一下今天的天氣狀況了 北部地區呢降雨機率是0 高溫的部分有機會來到27度 但是呢低溫的部分還是要注意喔 大概就是15度左右了 那麼中部地區呢也不太會下雨 高溫機會有機會來到29度 南部地區同樣大概屏東的部分呢 有10%的降雨機率 但是基本上也不太會下雨的 因此呢可以看到高溫的部分有機會來到29度 那麼東北部地區呢也不太會下雨 高溫的部分也有機會來到26度 東部地區呢氣溫是17到27度也不會下雨 那麼澎湖金門馬祖外島部分呢 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氣 再帶各位關心一下 這一週的天氣變化會是怎麼樣子的呢 禮拜一禮拜二呢大致上天氣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都是呢白天是比較晴朗一些 但是呢到了早晚這個日夜溫差是很大的 要特別注意 尤其呢受到膚色冷卻影響在中部地區 還有機會這個日夜溫差是來到12度 全台各地也大概會有10度的早晚溫差 因此呢提醒您一定要戴件外套在身上 避免著涼了 那麼另外呢到了禮拜三開始啊 這個東北風呢又要減弱了 因此呢 東北風又要增強了 因此呢 這個帶來的水氣會是比較充沛的 在這個這一波東北風帶來的水氣當中呢 會導致說北部跟東北部地區呢 還有東半部地區呢都會有一些局部降雨的情況發生 因此呢 持續的是受到東北風增強的影響 所帶來的水氣也會比較多一些 那麼到了禮拜五之後呢 整個又會轉為比較乾冷的天氣形態 會是跟今天明天比較接近的天氣形態 那麼幾個小丁寧 特別提醒各位是早晚溫差大 剛剛提到的全台各地呢 今天這幾天呢 大概都會有10度左右的溫差 尤其是呢在中部地區 可能這個溫差還會再更大一些 不管呢是南來北往或是呢 早出晚溫的觀眾朋友 記得要戴件外套在身上 不要感冒囉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天氣資訊 提供給您